大家好,我是大梅,今天来赶好了 看我下面有个小可爱,小可爱 小毛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白鸽 我的太笨了,这个白鸽肉已经出来了 这个还挺大的,但是我不想把它俩分开 我想把它俩凑成黑白配 看,这个是海瓜子 海瓜子这个壳全部是张开,肉没有了 这边好多海猫子的脚印 这些都是被海猫子给吃的 这个都是,它们就吃海瓜子啊 蛤蜊啊,白鸽啊,就吃这个费类 这个好漂亮啊,这是壳还是肉啊 这是一个扇分肉 大肉,收下 已经好长时间没来这边了 你看,上面这个黑黑的,蓝了好多紫菜 今天顺着这个网找一下 看能发现点什么海鲜的 哎呦,这直接就成了那个 直接成海苔的感觉,晒的 晒的黑黑一层,往上面都是 哎呦,完事儿,你瞅瞅 哎呦,这个盐分都晒出来 这边,成了这一大片,切片海苔 哈哈哈,我实在是穿太多了今天 一个架厚的打理裤,一个羽绒服裤的 还有个皮靴子,贴了六个暖毛包 哈哈哈,感觉我现在已经要爆炸了 哇,这还,哇,好多紫菜 漂亮,这边还有个海螺呢 这是海螺小可可 可可也带着吧,紫菜我也带着 哎呦,皮啊,无量 我到现在不知道这个到底叫啥呀 感觉又像小花似的 哇,这一掐就烂掉了 就碎掉了,好多水水了 这个到底是啥呀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的 有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有点像海植,但又不是 但一捏就碎 这个是啥呀 哦,小海葵 哈哈,好小这一点,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能长很大了,给它放进去太小了 哎呦,天呐 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它好像在看这个摊子一样 如果我过去,它又来翻看 哇,超了好多白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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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而且小妹来的话,估计不怕扭得一瓶 还挺像这个 我看你这么似的 这个比小妹温顺多 小妹来的好 这个是投水紫菜,已经收割完成了 现在的话是二水菜了 二水菜的话,口感会略差一点 今天天气比较暖和 看我身后,那边 有好多渔民已经开始在这紫菜 就是修理紫菜 有个架子大浪吹过之后的话 已经就是塌了,在修理 潮水,长上来了,回家了 萌萌,等等我 这小狗太可爱了,我去找她 今天来桃园截枝了 因为马上要开春了 桃树要发芽了 要把多余的枝条给它剪一剪 发芽之后的话 如果枝条太多的话 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的话 桃子的话就不会有很多花芽 然后产量就很低 所以我们到冬天的时候 都要给它继续剪个枝 这个桃树的话 前两天已经施过肥了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认识 这个是安纯肥 整个桃园的话 我们冬天的时候 就给它施这个肥 安纯肥 很健康很安全的有机肥 现在这个桃园的话 我们是先施肥 然后是截肢 等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浇上很多的水 10月1的时候 到时候就可以熟了 但这个它周期很短 成熟期的话只有20天 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产量的话也不是太高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 每天都私信我 大妹还要吃桃子 记住明年10月1的时候 再来找我 现在还没有 我想再包20个桃园 你刚才说什么 再包20个桃园 听不见 不知道成为我们这边 第一桃园大路 你刚才说什么 再包25 听不到 再包25 为什么要包 这下都够了呀 这下就已经很多了呀 这个这样一看感觉吃快大的 大包 倒是 到现在我分不清 哪边是安家 哪边是书家 又感觉长得都一样 从这边这边路上的慢 这个轰制的都染眼了 这两头路中间的 中间这一块都染眼了 我都可以说打理 不然你 不都给他打理嘛 你不然你咱也止不了啊 咱们打理给他点钱呗 今天你多给点一个 今天他家桃园不好 没挣着钱 今年雨水大了 所以不敢了 所以你不要再去 再去投25 好 你不要再去投25 本来就是比一般桃园要贵 没有人种 他很难打理的 没有人去弄 那为什么人家桃园给你 又不散 就因为他难打理 打理不好 你以为这桃园随便都有人 不是 他家桃园挺好的 就是老老狗 老老狗年纪太大了 他整不了了 他没闺女没儿子 那家闺女都给外地上班了 谁还回来挣桃 知道吧 他家说行啊 他是打理没打理好 但是他家桃真的特别好吃 天 等一下我带你去考虾一下 行 回去 可以 回去 快走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快走 快来回家 才凉快 为什么 神气了 没事 没事 快点回家 快啊 过去跟爸妈商量一下 我们干事跟他商量干啥 跟我爸妈商量啥 你到时候圆 咱不得有人看哪 有人管哪 我自己看 我不知道他们不看 我去商量一下 他们肯定不能同意啊 你跟他说啥 我爸跟我妈 保主派了 你还不知道吗 问问看嘛 有时候老人别我们看的 结历事件别我们做 快走 走哈 你走不走 快走 不要ingeranim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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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